娱乐圈的瓜潮湖你的想象 2016年老九门当中是谁撞上了陈卫婷 2018年沙海当中是谁截胡了无类的戏份 2020年眼角还在跟徐璐亲亲我我 后角就叫做虎兵经网报徐璐2021年 而东升拍摄海的尽头是草原友情客串名单中 一个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 提到张明恩 他的粉丝是这样形容的 从老九门追到沙海 从河神追到临界天下 之后又开始追剧 只为遇见你 95后的张明恩是北方人 黑龙江的珈牧斯是他的家乡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然而没有资本的家庭 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 长家不同 全家人都有资本搞门面精装修 爸爸妈妈 喜欢打扮 受家庭环境影响 简易玉石的张明恩 从小美到大是别人家的孩子 张明恩有个小名叫小祖宗 这个称呼也是有些来历的 小学时代 他是林老师 家长头疼不易的学生 凭借打架斗殴的单兵作战能力 教育问题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 于是 别人家的孩子是正常升级 张家的孩子则是连跳三级 十岁那年 张明恩被送去舞蹈班 不得不佩服张家父母的这招 谁来之笔 毕竟舞蹈般的肢体练习 能消耗孩子的很多体力值 更重要的是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 成长起来的孩子 宅差的脾气也会改变不少 上初中那会儿 凭借精湛的舞技 张明恩考入了北武附中的音乐剧版 北武毕业之后 各方面条件都相当优秀的 凭借专业课第一的成绩 顺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2015年 大三再度的张明恩 尚未走出校园就进入了摄影棚 出道几巅峰 连跑龙套的练兵过程都省略了 凭借电影薄荷的男主角叶磊一角正式出道 2016年 当夹景不菲的陈卫婷主演《老九门》时 并未料到自己竟然会意外受伤 这部戏排到一半时 陈卫婷被摩托车撞到受伤的新闻 引起了不少关注 据媒体爆料 当时陈卫婷受伤严重 不得不住院数月静养 甚至耽误了剧组的拍摄进度 再后来 网上又传出同组演员张明恩 驾驶摩托车撞到陈卫婷的视频 引起陈卫婷粉丝的强烈不满 彼时两家粉丝之间 剑拔弩张的火药味相当浓 剧组为了息事宁人 不得不对外 管轩解释声称车祸原因是 道具人员准备不足 并且已经开除了相关工作人员 然而对于剧组的解释 陈卫婷的粉丝并不买账 甚至质疑老九门剧组被资本操控 成为人人百步的提线木偶 为了息事宁人 不影响这部剧的收视率 陈卫婷挺身而出 在微博安慰自家粉丝 表示自己受伤纯属意外 从始至终 张年都没有表态 但是他的公关团队可没闲着 据说网上流传甚广的撞车视频 也被莫名其妙地删除了 老九门大获之后 不仅让不少粉丝 磕到了启悦夫妇的CP张一星 张明恩等人 也凭借这部剧火得一塌糊涂 然而饭圈娱乐被偏爱的人 总是有恃无恐 2018年无泪主演杀害之时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难以耗得很 戏份竟然都被安排在了 男配角张明恩身上 主角光环被配角抢走 引起不少原著粉的不满 必是不少熟迷慷慨陈词 男派三叔不会哭晕在厕所吧 凭空出现的张日山这个角色 三叔做梦都不会想象得出来吧 三国演义当中 卖草鞋的刘皇叔之所以能跟曹操 孙权三分天下 除了拥有关张赵之外 还有一个好军师诸葛亮 这业内知情人士透露 张明恩所在的公司资源配置相当完善 公司里有一个妙笔书生 次人名叫白玉聪 是业内著名编剧 当年作为长济中的座上宾 白玉聪曾经亲自为其操刀天龙八部剧本 除此之外 《老九门》系列跟《沙海》的制作 也都是由白玉聪掌控 必是不少其思妙 张明恩跟徐璐在社交平台官宣恋情 引起不少关注 事实上 两人的绯闻从2019年8月 就已经开始陆续传了出来 必是张明恩在参加某档综艺节目时 曾被床垫女王追问目前还是处于空窗期还是恋爱期 面对这猝不及防只能R选1的问题 被打S吊打情商的江湖小白 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恋爱中 于是喜新的网友发现 徐璐连穿衣打扮都要征求张明恩的意见 两人情侣装的标配 俊男靓女在一起时分 凭借一手好的厨艺 张明恩征服了岳父党的欢心 必是不少爸爸对张明恩的精湛厨艺赞赏有加 凭借爱他就要征服他的位 这一波操作让徐璐的脸上透过屏幕 都能让观众感受到粉红小泡泡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洒狗粮热度 两人都缺了一大波人粉 原本以为恋爱事业双丰收 没想到却在谈婚论嫁一事上 双方家长的态度并没有达到整齐划一 徐璐提到父亲对真实男友的理解 是女儿带着男朋友见他这个表态 多少就有点催婚的意思了 然而张明恩却依旧停留在恋爱阶段 认为谈恋爱而已 没必要通知家长 除非有一天准备结婚了 再告知父母即可 因为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共识 两人出现了争执 而放出来的正片中观众指 看到了剪辑板 因为被审剪辑过了 所以两人简短的争执 究竟争吵了多久 让人很难猜测 而张明恩更是在节目中 只言不讳的典型 徐璐称自己对他并未动心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在真人秀里 配合的那么默契 大秀恩爱呢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找小刀的只言不讳 真人秀都是有剧本的 然后后来的发展 却更加扑朔迷离 2019年11月底 女儿们的恋爱2正是杀青了 按理说没有关系的演员 应该走出小剧本了吧 事实却并非如此 两人的CP恋情依旧没有落幕 2020年4月9日 徐璐在某影视基地拍戏 张明恩高调坦白徐璐 为媒体拍个正招 同年5月16日 两人为某时商杂志拍摄封面 为这段CP绯闻 在添话题热度 然而4天后 到了520这一天 张明恩在微博晒出的两组照片 却让网友有些看不懂了 先是在微博晒出自己跟虎冰青的新剧宣传照 配文也相当暧昧 之后又在微博晒出 徐璐亲手给他拼的乐高鞋 直到6月6日 媒体爆出张明恩跟虎冰青一似结婉的照片 狠狠地将张明恩盯在了劈腿渣男的耻辱柱上 事实上 早在2020年3月11日的时候 张明恩跟虎冰青就有过合作 彼时两人同在重度堂的剧组 绯闻登顶热搜 之后张明恩急忙在微博解释 声称自己早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是单身状态了 张明恩的这则声明 让吃瓜群众一头污水 竟然在2019年就分了 为什么在第二年的时候 520还会接到对方送的礼物呢 难道广大网友对这个日 自理解有误吗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张明恩跟虎冰青被曝光出的那则亲密照片之后 徐璐就取关了张明恩 正当所有吃瓜群众搬着小板凳 打算吸品这段娱乐圈三角恋大瓜之时 后面的剧情却出现了神机反转 或许担心被扣上小三的帽子 也或许不想因为一段恋爱毁了事业 虎冰青向媒体曝光了张明恩跟他的一段通话录音 录音内容令瓜友大吃一惊 就连许璐的粉丝都要忍不住为虎冰青的争议之举抬手称赞了 原来这段录音的主要内容是张明恩试图根据教唆虎冰青内涵 许璐有网报倾向 借此为他消除劈腿之举 前人之鉴怎么不叫后来者心寒 网友在冠军的时候将张明恩的戏份全部跳过 据说丝毫没有影响观众体验 一度传为笑谈 当时有不少网友对此评价称去水体验度良好 新闻去旧闻将来是危机公关的不二法宝 2020年8月虎冰青此举也似乎确实情非得已 娱乐圈里被别人挖坑的明星不少 但鲜少见到自己给自己挖坑的 被自己的语音聊天记录 曝光了真实面目的张明恩 心里莫非只有粉丝看懂啊 虚录新剧即将上映之时 张明恩又参加了一档综艺 原本以为只是正常营业而已 没想到张明恩却在节目中详细解释 并梳理了跟许璐之间的那段旧情往事 除此之外 张明恩还呼吁观众将注意力多集中在演员的作品上 这个观点也确实没错 毕竟粉丝喜欢一个演员有各种理由 然而演技跟人品之间是可以用等号连接的吗 忽略人品只看剧的群体不以为然 毕竟稀好就可以了 佩格尔曾说存在集合里 果不其然资本若想捧红一个人 用钱砸就可以了 简单粗暴 任性坦白 像极了一颗 表寒的灵魂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资本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资本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资本